7月28日深夜,住建部突然放出消息。 住建部部长霓虹,在近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表示, 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,提稳回升态势, 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住房需求。 进一步落实好,降低购买手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, 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, 个人住房贷款,任房不用任贷等政策措施。 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,加快项目建设交付。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 可以看到,住建部这次的措辞,跟以往有很大区别。 这次不再含糊不清, 而是清晰地给出了几条具体的指导措施, 让市场的情绪又一次升至高点。 对于住建部提出的政策,我们稍后逐一解读。 首先,我们要了解一下当下的楼市现状, 成交量方面,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。 在一季度短暂躁动之后, 再次进入了整体下跌行情中。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披露, 上半年,商品房销售面积59,515万平米, 同比下降5.3%。 房价方面,几乎全面进入了新一轮调整周期, 以更能反映真实市场的二手房价格来说。 数据显示, 6月份,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, 环比上涨的城市,只有7个。 63个城市在下跌, 也及90%的城市,房价在调整。 其中,上海自5月份领跌全国后, 6月份再度领跌, 环比下跌了1.2%。 而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, 全线下跌。 同比方面, 70个大中城市中, 只有6个城市上涨, 其余64个城市的房价, 都低于一年前。 当下的现状, 几乎又回到了2022年的局面。 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, 也出现大幅转变。 而在7月27日, 住建部首先提到的政策是, 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。 我们知道, 降首付降利率, 是去年各城市, 基本用尽的招数。 比如降利率, 几乎所有城市都降了个变。 根据贝克研究院的监测显示, 2023年7月百城首套主流房贷利率, 平均为3.90%, 较上月, 下降10个基点, 较去年同期, 回落45个基点。 而降首付呢? 可以这样说, 去年除了一线与极少处强二线城市, 没有降首付外, 其余大部分城市, 都可以降到两城首付。 或名或案, 都在降。 根据贝克研究院监测的信息显示, 截至去年12月, 已有近百城首套房, 商贷最低首付比例, 可至两成。 其中包括, 武汉长春石家庄, 哈尔滨等审惠城市。 但效果, 显然并没有。 逻辑很简单。 降首付的主要作用, 就是加杠杆。 看似降低了购房门槛, 但却加重了贷款负担。 现在这样的环境, 就业与收入, 充斥着较大不确定性。 有房贷的, 都在腾龙换鸟, 优化负债表。 想购房的, 也在犹豫, 不愿背负房贷过后半生。 这种情况下, 使得降首付的作用, 非常有限。 那逐渐不说, 进一步降低首付比例, 是要这些城市, 突破20%吗? 目前看可能性不大, 最多就是让一线强二线, 也能把首付比例降低到20%, 因为目前, 只有这些城市没有放开。 第二条是, 改善性住房, 换购税费减免。 这是针对改善和二套房的政策, 可以统称为减税刺激。 但能减的税, 无非就是增值税个税, 或者弃税。 这些政策的目标, 其实就是增加交易, 增加换房需求, 让房地产流动起来。 第三条是, 个人住房贷款, 认房不用认贷。 这点就很重要了。 认房或认贷, 是银行在发放房贷时, 评判首套二套的标准。 认房指的是, 银行会参考购房家庭, 实际拥有住房的套数。 而认贷是指, 银行会参考购房家庭, 在全国范围内, 是否有住房贷款记录。 根据各地购房政策的, 严格程度不同。 对首二套房, 认定的标准, 也不同。 可以分为, 认房又认贷, 认房不认贷, 认贷不认房。 其中, 以认房又认贷最为严格。 回顾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周期。 当房地产, 面临过热情形时, 认房又认贷的政策, 会骤然压降市场温度。 成交量方面, 在2010年, 启动认房又认贷后。 2010年, 深圳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量, 同比下降22%。 2011年, 继续大幅下滑, 45%。 北京同年成交量, 较上一年的高位, 降26%。 次年继续大幅下滑38%至12万套。 不足2009年的一半。 在2016年末, 2017年初, 一线城市相继重启, 认房又认贷之后。 2017年, 深圳上海及北京, 全年二手住宅成交量, 同比分别下降, 34%、 54%、 49%。 而从成交价格看, 认房又认贷, 也能有效遏制房价上涨。 比如深圳, 在2010年, 开启双刃之后, 房价涨幅持续收窄。 2011年12月, 二手住宅成交均价的同比涨幅, 由前两年同期的, 39%、 24%的水平, 收窄至, 2.7%。 2016年, 深圳重启双刃之后, 2017年底, 及2018年底的同比涨幅, 也持续收窄, 为7%和1%。 而此前两年, 房价同比涨幅, 分别为54%和20%。 北京在两次启动双刃之后, 二手住宅成交均价, 均经历了约一年的下跌, 是历次周期中, 最长的下跌期。 个人住房贷款, 认房不用认贷。 这一条措施, 可以说是为一线强二线城市, 量身定做的。 因为, 除了这些城市以外, 其他大部分城市, 认定二套, 基本就没有这么严厉过。 即便有, 也都早早放开了。 无房的或者拥有一套房的, 只要贷款结清, 就可以继续按照, 首套房的标准来贷款。 换句话说, 朱建部提到的这条措施, 也只能对一线强二线起作用。 以北京为例, 任房又任贷下。 二套房首付比例, 最高达80%, 房贷利率, 5.25%。 深圳二套房, 利率要4.9%。 首付要七八成。 而上海, 要6至7成。 利率也都要上幅加点。 这样的任房任贷, 很多真实改善的购房者, 就很难操作换房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没有钱去付那么高的首付, 也不愿意承担利率上幅。 很多家庭, 必须得卖出去房子, 才能再去买房。 可是眼下, 哪有那么好卖房呢? 所以目前, 基本上很多改善的群体, 操作难度很大。 这也是为什么, 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, 兴奋不已。 因为住建部的发言, 再次坚定了他们, 一线会放松调控的信心。 就拿北京来说, 任房又任贷, 基本就是北京楼市放松的底线和标志。 如果连北京都放松了, 那么一线城市, 基本, 也就开始全面放开了。 但是, 一旦这些一线城市全面放开, 会造成什么结果呢? 首先, 我们要把当下的城市分类, 那么大概可以分为三种, 一种是怎么就都无解的城市。 例如大量的, 三四五六线小城市。 这些城市的人口, 长期流出。 房地产供应过剩的同时, 还有很多暴雷烂尾的楼盘。 这样的城市, 基本出什么政策都拉不动。 一种是需要, 立好政策加持的城市。 这类城市自身有支柱产业, 经济发展实力强。 人口还是净流入, 基本面向好。 例如部分二线城市, 或者处于城市集群的三线城市, 都属于这类。 但这些城市, 基本上调控都放开了。 需要更强力的刺激政策, 才能拉动楼市。 最后一种, 就是目前仍然坚守严格调控阵地的, 一线和部分强二线。 它们一旦全面放开, 将对其他城市, 形成极强的红锡效应。 因为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, 很可能会出现, 五盘吸收的现象。 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, 卖家会迅速减少, 预期迅速转变。 如果此时买家增加, 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的房价出现明显的上涨, 进一步推动, 预期变化。 其次, 二三四线的人, 可能卖掉当地的房产, 将需求转向一线, 所以会造成二三四线房地产的集中抛售, 也会引来当地的房价大跌。 特别经济越不好, 楼市越低迷, 被红锡的就越明显。 很可能一线越放开, 整个房地产越不稳定。 这让目前的政策走向左右为难, 也是一线调控至今严防死守的原因之一。 其实说来说去, 刺激政策也只能起到一时的效果, 要进过去之后, 一切还会归于本源。 长期房价的走势, 还是要看经济产业和人口的情况。 而住建部之所以要高调提出这些政策, 主要是因为此前政治局会议的定调,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这意味着, 以前防止市场过热的政策, 已经不适应, 目前的市场基本面, 应该逐步退出房地产市场的舞台。 而住建部的高调, 就是对政治局会议的响应。 但是,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 能主导这些政策的, 其实都不是住建部。 例如降手赋予房贷利率的权利, 主要在央行与金融总局。 降低购房税费的权利, 主要在国税局与财政部。 放松任房任贷的权利, 也主要在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的手里。 住建部能主导的政策中, 仅仅只提到了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。 毫无疑问, 烂尾楼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, 是真正的民生问题。 但这本就是分内之事, 算不上什么利好。 至于是否放松限购限价, 此次座谈会均未提及, 至少从公开报道上看并没有。 直白地说就是, 好话都让住建部说了。 但政策的压力都留给了其他部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